乖,带你去见叔父和兄长,既是要结为道旅,总要告知他们一生拍了拍怀里不安分的人,蓝忘机揉下嗓音,轻哄道,魏英既是愿意同他结为道旅,那他有什么好犹豫,若是往后他后悔了,他就放他走,万一,万一他不后悔呢,那他们是不是就可以一直一直在一起,怀里的人,瞬息指了挣扎,抬头看向他,眼眶通红,眼角的泪要落不落, 蓝忘机心脏顿时,脚成了一团,低下头,在他眼角处,亲了亲,未了又在额上落了一个吻魏英,莫哭,二哥哥,你魏小英似是有些没反应过来,眸中带了几分迷茫,无意识咬了咬唇,看得蓝忘机眸中联系更甚,莫哭,我们去找叔父说,我和你结为道旅只希望带你知识后,莫要后悔才行,真的吗? 真的,嘻嘻,蓝忘机好笑地摇了摇头,伸手点了点他的鼻子,心到果真是小孩脾气,刚刚还哭得抽抽叶叶的这回又能咧嘴笑出声,忘机,你再说一遍 蓝起人毫无哑正可言地掏了掏自己的耳朵,看着在蓝忘机怀里睡得打起了小呼噜和一脸严肃的蓝忘机,怀疑自己刚刚出现了幻听,他刚刚听到了什么,他家二侄子跟他说,他要同他怀里的小孩结为道旅,这祸害儿童的事,他家小侄子都做得出来,这不对劲,相当不对劲,叔父, 我说我要同为英结为道旅,蓝起人嘴角抽了抽,得,让再说一遍,他还真就再说了一遍,可他不想听啊,不想听,忘机你,兄长,我认真的,哦,蓝起人员是不同意蓝忘机要同为小英结为道旅这件事的,在他看来,魏小英在他蓝室变小,他蓝室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至少在他没有完全变回来,确定无碍之前,蓝室都得对他负责到底, 可负责归负责,倒也不是这么个负责法,同个五岁的小娃娃结为道旅,他是接受无能的,可在他兄长青横均的一锤定音下,他接受无不无能,似乎也没谁在乎了,他一时无比悲愤,觉得他兄长大抵是闭关久了,把脑子给闭坏掉了,可他是长兄,还是宗主,更是蓝忘机的父亲,他同意,他就是再不认同,也只能无奈接受,蓝忘机的常所愿, 肉眼可见的开心,当然,仅限于蓝溪陈的肉眼,魏小莺的目的达成,笑得眉眼弯弯,甚是好看,任谁看了都想要捏捏戳戳的那种好看,蓝溪陈看看蓝忘机,又看看魏小莺,目光转向一旁声闷气,由着他父亲轻声哄劝着的蓝起人,辅了辅额,表示,弟弟开心,他就开心, 至于叔父开不开心,那不重要,清衡君叹了口气,在蓝起人对面坐下来,看着低着头不作声的人,好笑地摇了摇头起人,别气了,忘机和无限即是都愿意,你又何必阻挠,可是兄长,魏英如今才五岁,尚且不知事的年纪,若是将来长大了,后悔了,该如何是好? 叔父,我不会后悔的清衡君化位出口,便听得一旁的魏小莺带着点奶气的声音响起,还三两步,跑到蓝起人跟前轻拍了拍他的背叔父,我不会后悔的,我知道,什么是结尾道理,我想和二哥哥结尾道理的,他说得认真,小脸看起来还挺严肃,蓝起人轻咳一声,忽略那双放在他背上轻拍的手,看向他的目光,万般复杂未英啊,你真的想好了? 不后悔 若是以他的意思,他是万万不同意的,婚姻大事,岂可儿戏,然这一个两个的,也确实是让人无奈得很 叔父,我想同二哥哥永远在一起为小莺养头看向蓝起人,几岁的孩子脸上是不符合年龄的郑重神情 他听说结了道理的人,是可以一直一直在一起的,他想要同他的二哥哥永远在一起,你,罢了,想说的话终是指了音,他也不是非不许两人在一起 只是未来的日子还那般长,长颜养儿一百岁,长优九十九,他到底不放心,可心底在是担忧,看着眼巴巴瞧着他的蓝忘机和魏小英 他也实在是在说不出不同意的话来,只盼着,将来两人皆不悔才好,叔父,您同意了 蓝忘机眼神一亮,嘴角忍不住向上弯了弯,他其实知道他叔父,最终总会同意 只是没想到这次竟是出乎意料的顺利,我同不同意很重要吗? 蓝起人辅了辅胡须,瞪了眼一旁捧着杯茶却没见喝一口的清衡君 莫名觉得委屈,他原是欣喜于见着难得出关的清衡君 可这兄长果然最爱的还是他自己的宰宰,虽然丢给他之后他就甚少再管过 平时若是他不去找他,三五个月都不待见到人的 这一出关就是联合他几个宰来气他的 其人啊,你是忘机的叔父,怎么会不重要呢?是吧忘机 朝蓝忘机使了个眼色,清衡君眸中划过一抹笑意 他这弟弟啊,同意了就同意了,这怎么还给别扭上了? 蓝忘机接收到清衡君的眼色,看了看清衡君又看了看蓝起人 缓缓眨了眨眼,最后果断将目光转向蓝西沉 意思很明显,父亲让我轰轰叔父,但是我不会 兄长,你来,蓝西沉默了默,纠结了片刻 拉着蓝忘机和魏小英就同清衡君和蓝起人提了告辞 叔父要人哄吗?叔父需要人哄吗?叔父怎么也要人哄? 嗯,叔父要人哄的,叔父需要人哄的,叔父也是要人哄的 可为啥的他来哄?他又不是他兄长 再说了,他叔父自己又不是没有兄长 兄长,忘机你开心吗? 开心?你开心就好,走 兄长带你和吴仙去吃好吃的 好,启仁呐,别气了 兄长,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在生气? 这,不瞒你说,我倒是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哎,启仁为何叹气? 兄长,清衡君,你要么也带我去吃好吃的 要么就回去避你的关去吧 那,那我避关去了 呵,蓝忘机睡得迷迷糊糊间伸手一揽 睡前缩在怀里的小奶团 不知又跑去了哪个角落 手一身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小奶团虽然睡姿奇异 但是毕竟还小 再怎么奇异 也站不了太大的地方 可此刻躺在身边的人 却明显占据了床的绝大部分 以至于他自己的半边身子都悬空在了床檐上 蓝忘机心头一跳 睁开眼 见着眼前躺着的四仰八叉的少年时 一惊之下直接跌落下了的 魏无羡便回来了 和之前毫无预兆的变小一样 又毫无预兆的变了回来 在这个他们刚刚举行了道理仪式的第一天晚上 有一个五岁的小胖团便回成了那个偏偏少年郎 他一时不知是该庆幸 还是该忧心 庆幸与魏英的名字已经同他的名字绑在了一起 还是该担忧变回来的魏英若是后悔了又该如何 夜很静 能听得魏无羡浅浅的呼吸声 蓝忘机呆立了半想 从地上爬起来 立于床头 看着魏无羡翻了个身 脸恰好正对着他 背光映照着 柔和了精致的眉眼 蓝忘机见此呼吸一紧 一时分不清自己的心跳到底是漏了一拍 还是快了一拍 只是在这无比安静的深夜里 一声声强烈的让他有些不适应 握了魏无羡伸出背外的手 替他把了脉 一切如常 并未有任何异样 蓝忘机放下心来的同时又不可一止地涌上了淡淡的失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